去年以来,我国先后对法国、德国、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,上述国家人员持普通护照来华、经商、旅游观光、探亲、访友和过境可免签入境停留15天,新增与新加坡、泰国等7个国家负免签证。 相关政策实施以来,为增进国家互信、促进经贸交流、人员往来发挥了积极作用。 据统计,上半年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1463.5万人次,同比增长152.7%,其中通过免签入境854.2万人次同比增长。 190.1% 近日公布的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旅游业发展指数显示,中国在促进旅游业发展方面位列全球第八,是前十名中唯一的发展中经济体。 随着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,各项政策加速落地,外国游客说来就来游中国成为现实。 预计今年下半年,外国人来华热度将持续升温。